这是我个人非常有负担的一个区块 我归纳一个重点 不但要多读神的话语 更要多思想神的话语 你不但多读 你还多思想 读今进度的确可以让弟兄姐妹 尤其是刚进入信仰的人 逐渐的对这一本厚厚的圣经 你逐渐的对它有所认识 然后呢即便如此 除非真心追求 一般人并不容易持续下去 连我自己也都不例外 所以我必须说 这个圣经是神的话 因此呢圣经里的每一个记载 它都不是突然 它都有神美好的心意 都有神美好的心意 虽然我们不一定都能够想着明白 但有些它是不可知的奥秘 有些呢它超乎我们生命的历程 你在这个阶段你根本看不懂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 然后我要再次回到 我们今天所起因的经文里面 那事实上呢 这是一大段 让人看来似懂非懂的经文 我在去年跟前年 我分别透过两篇讲道做了处理 或许各位有印象 但很可能大多数的人 大概听完那篇讲道 也做了一些评语之后 大概就忘记了 我的意思是说 我鼓励弟兄姐妹 不要对神的话语 好像在感进度般的阅读 要细细的拒绝 要反复的思想 一旦明白了 你一定会对神的教导 感动万分 你一旦明白了 神的教导 你一定会对神的教导 感动万分 我相信 有这样经验的人 知道我在想 我在讲什么 这个感动万分 就让你印象深刻 让你难以忘怀 因此呢 你会铭记在心里面 你会主动的 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去实践它 并且呢 我们也会对这个神 更加的认识 以至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会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被建造 这也是我讲的 所谓的求知往前行 我期盼每位弟兄姐妹 每一次在思想 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有 这样子的领受 我们的神是一位 活着的神 我们的神 真的是一位活着的神 我没有太多时间 再跟各位分享 一个我最近听到的 一个见证 好第三点 真之而后行 那开始的时候呢 我曾提到 这个 第二节跟第三节 这小段经文是一个关键 经文浅白易懂 那我们也都同意 但在现实的应用上 如果有基督徒 他婚姻出现的状况 他来向牧者求助 如果 他的言谈当中 触及到可否离婚 这个选项的时候 虽然他最后愿意顺服 这段经文的教导 其实他就在守律法 各位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就是如果说 圣经这样做 我就这样做 如果在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是在守律法 这实在不是对错 好坏的问题 但如果就这个 特定的问题 关键常在于我们 并没有真正明白 神的心意跟教导 以至于夫妻之间 常常无法按着神的心意 去建立家庭跟婚姻 产生许多无畏的争议 其实就是所谓的痛苦白白瘦 到底在信仰实践上 当如何回应 第七章第二节跟第三节 他的答案是这样子 一个真正知道 神对婚姻心意的基督徒 是在他们进入婚姻之前 就已经知道了 就明白神的心意 以至于呢 他就已经立定心志 一生一世啊 一夫一妻啊 在他们活在世上的 每一分每一秒 休妻跟离婚啊 不是选项 从来都不会是选项 各位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各位听懂为什么我说 如果圣经说不能离婚 那我就不能离婚 那叫做守律法 你应该怎么活 你应该是进入婚姻之前 你就知道 除非是怎么怎么 否则没有选项 好 守律法对于我们这些 已经因性称义的人而言啊 虽然不是什么对错好坏的事情啊 他却妨碍我们活出神的心意 以赛亚说六十四章第六节说到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 所有的义啊 都像污秽的衣服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神立法的心意 所以呢 我们守交通规则 我们考一百分 又怎么样呢 如果你真知道我们是依靠恩典的 才有今天能行在神的律法当中 你会发现那些不能行在当中的人 其实都没有受到祝福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都是在恩典当中的人啊 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读神的话语 就是一个幸福 是一个很大的特权 特别呢 你又知道神 神他的律法 是出于对我们的爱 神对我们的爱真的是太令人感动 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 我们这些因性称义才构格守主圣 是何等的幸福 如果从心态理性来论述呢 我们应该是一个更主动的心智来遵守 并且会按照圣经的教导来遵守 所以呢 我说这个行动呢 他不单单是一个光缩不练 没有实践力 就好像你到美国 你会想要拿绿卡 那你到那里呢 你到美国之后呢 你又想要拿保险 你必须要买保险 因为你会知道说 在美国 这个医疗费用是非常的贵 你如果没有保险的时候 你根本付不起 你成为基督徒了 你已经成为神国子 你有神国的绿卡 你有资格 你也会乐意去买 去得到这个保险 我不要讲买 也就是说你会乐意知道 神在圣经的教导 就是呢 现在基督徒的 我们需要内化的律法 你会乐意知道 你会主动追求真知 想要知道 到底神透过这个 律法 要给我们什么样的智慧 因为啊 这个可以帮助我们 它是一个预防 预防我们的属灵 生大病 你不吃灵粮 灵粮是在坚固我们灵命 它是你属灵生命的保险 保障 对你是有益的 有了真实明白 神对律法的智慧 以及心意呢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行出来 我们才能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 当你是这样子 行出来的时候啊 你才会有真正的悠闲跟喜乐 你不会再把这个 好像圣经真的很难做到 真的很难做到 你才会有那种悠闲跟喜乐 我想说 我还是要回到这个 我们讲到这个测速照相 如果是限速100的时候 你开个90 你根本不要管旁边有没有测速照相 你根本不要管旁边有没有警车在那边 做测速照相的动作 你就可以很悠哉的开过去 开车的人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 因为我知道我完全不会违反 那这种很喜乐的 那我们的神不像一个定点式的测速照相 神是无所 他都知道我们的景况 所以我们需要 我们不要那么累 我们不要那么累 而是我们真的很轻松 很喜乐 很悠闲的 来面对这个律法 面对这个神的话语 你也会明白 不是别人告诉你 你一定要会方言祷告 才能赚取神所爱的资格 你也不一定要加上禁食祷告 就会增加蒙神垂听 允许所求的机会 你会比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你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你才知道怎么跟神求 你要知道神的心意 你要从神的话语上去了解 你要去想 否则就是一个所谓的基督徒 否则就是所谓的守律法 守律法也OK 因为我们已经因性称义了 但是 他会妨碍你活出神的心意来 所以呢 在新旧年交替的时刻呢 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 不要单单在意圣经读多少遍 就是要背多少经文 我们要去想 用一种真 这个所谓的权力 去求真知的 这样子的一个心 去切切实实 把神的话语 去把它寻求 你真的看不懂你跳过 你一直搞不清 你就一直去想说 到底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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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会让你知道 好 我想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圣源弟兄姐妹 可以从今天的分享中得到益处 我们一起到 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美好的话语 你的话语 比风房低下的蜜更干净 你的话语胜过精进 祝你帮助我们每一位 我们不单单查考你的话语 我们还要思想你的话语 我们更要内化 把你所教导的 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 赐福给每一位 我们谢谢你 奉号耶稣基督的名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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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